成功了 我鱼缸里终于长出绿坛了 潜心修炼的五只绿毛猴精也终于出山了 吸取了上次长毛枣 把鱼缸搞成盘石洞的教训 这次的躲毛枣老徐十分满意啊 来看一下 这是一号 只有头顶上一抹绿 那你的生活必然过得去 就叫你绿毛猴吧 再叫做二号 头上后背都是绿 绿色袈裟身上皮 就叫你袈裟猴吧 这三号吧 身上哪哪都是绿 只露出一张光滑大脸 你就大脸猴吧 四号这只最正常的 这毛羽绒的脸 能看出猴样了不 就叫你正品猴 五号的 这是五指山下埋的那个猴 该洗洗脸了 你这个埋的猴 在操作旁边的格鲁特 这头上也是绿油油的 还得感谢这些小胖子吧 这一顿啃起来 早不但没早 反而还均匀了很多 我把后面找到给刮了 打算重新再养一杠 你们给我出出主意 再往里放个啥呢